好,接着我就讲怎么收集我们手指的血 第一呢,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让你的手指的血丰富 所以你只要一步一步照的准备 你的手指的血不会缺乏 那你只要把你这个手指血滴在这四个圆圈圈里就够了 你把它凉干一下,把它折起来 再把它放回袋子里头 就一起放到你的小盒子里 那这个呢,要做三遍 其中像脂肪酸 你必须是在第二天早晨,你不要吃早饭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到医生那里去量 我们的胆固醇啊,血脂的时候 都要进食一个早晨,照样你也要进食 但是像测你食物过敏,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做 那个并不受你食物吃和不吃的影响 好,这样子你装一个小盒以后 这个盒子里头呢,我们已经替你先买好了Fedex的袋子 你就填好这家公司在乔治亚洲Metametric的信封上 你就只要填好,那你就打电话到Fedex公司 他就会来收你的样子 他们要开这种有冷冻装置的车子 那这个报告呢,两周完成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这个报告长的样子 这个报告呢,我是把我个人自己 在去年的六月做的检查的报告 给大家做个示范 第一页呢,是我的诊所 叫Marina Center 在Massachusetts, Cambridge 我的医生收到 所以他们有一个收到报告的说明 那第二页呢,就来告诉我 我这个检查,整个我发现有不正常的结果 全部列出来 这个还是说明 接下来就是把所有我不正常的 有的是high,有的是too low 过高过低 那他会很清楚告诉我说 如果我有pyramid的高 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 folic acid不够 B1,B2,B6不够 而且会交代我在生物化学里 这是一个什么生化的循环 是crab或什么 这样的话,医生和病人都可以 去google,去学习知道 这个酸是怎样跟我们 营养缺乏有关 这是第一个先做一个总说明 接下来就像我刚刚讲的 尿就有六个项目 像第一个就是 维他命B的缺乏 那你们可以看到 当有红字的HH的话 就表示这几个脂肪酸过高 而这个过高说明 这个人他有严重的 维他命B的缺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难得的 就是能够做出这样定量的分析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应用现在在分析化学里最先进的设备 我们就叫做 High Power Liquid Chromatography 后面还要接两个Math Spectrum 我们简称叫LC-Math 只有这样先进的化学分析仪器 才能把我们尿里头 可能含有的一大堆的糟薄 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彻彻 那我就不一页一页的介绍 那其中呢 大家也想知道说 那我的血有什么功用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 这一页就是脂肪酸的分布 所以他抬头叫做Blood Spot Fatty Acid Analysis 这里面分成三大项目 第一大项目是分析你 Omega 3 里面我们知道 有一个对心脏 一个对脑 有直接帮助的 一个EPA和DHA 那这里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含量是怎样 下面呢 就是四项来分析 你这个Omega 6 坏的跟好的的分布 我们知道AA是不好的 所以AA不能高 接着呢 还要告诉你 你那个反式 不饱和脂肪酸的情形 我们叫Trans 我们知道这个也不合适高 最后很宝贵的 是来分析 你的总Omega 3是多少 还有就是你好的脂肪酸 跟你坏脂肪酸的比例 我们知道AA跟EPA比 就可以反映出 我们的发炎的指数 总Omega 3 可以反映出 Relative Disease Index 所以我想大家